在动物园的一处角落里,一只母虎已经怀孕了好几个月,但却一直没有生产。 饲养员们开始感到担心,他们开始观察母虎的情况,将兽医请来后却查出了大问题。 动物园的来历非常古老,它的历史可以追溯到远古时期。 当时人们开始将野生动物捕捉并展示给公众观看。 随着时间的推移,动物园的形式不断演变和改进,现在已经成为了一个充满魅力和乐趣的旅游景点。 这家动物园位于城市的中心地带,是一个充满活力和热闹的地方。 每天都有大量的游客从世界各地涌入这里,来意读这里展出的各种珍稀动物,感受它们的美丽和神秘。 从慢慢夺步的大象,到嬉戏玩闹的猴子,从优雅的孔雀,到令人惊叹的老虎。 这里的每一个动物都有着自己的特点和魅力,吸引着来自世界各地的游客。 作为明星动物,老虎是这里最受欢迎的动物之一。 它们在园区内拥有最大的场地,并且拥有最好的设施和服务。 每当游客走进老虎的领地时,就会被这些优雅和强壮的动物所吸引。 母虎是动物园中备受瞩目的动物之一。 它威武凛然的身姿和华丽的花纹,让它成为园中的明星动物。 然而,在一段时间里,饲养员们发现母虎的肚子变得异常地打,这引起了它们的关注。 在反复观察和检查后,它们惊喜地发现母虎怀孕了,这让所有人都感到兴奋和期待。 随着时间的推移,母虎的怀孕期越来越长,但是始终没有任何迹象,表明它即将生产。 这使得饲养员们开始感到担心和焦虑。 它们开始定期观察母虎的行为和身体状况,以确定它是否健康。 在早上,饲养员们会进入母虎的展示区,开始清理和补充食物。 它们会留意母虎的精神状态,食欲和排泄情况。 以及它是否在活动。 每次观察后,饲养员们都会记录下来,以便之后进行比较和分析。 在下午,饲养员们会再次进入展示区,继续观察母虎的状态。 如果母虎表现出任何异常,如食欲下降,活动减少,或者体重增加过快。 饲养员们会立即进行记录,并通知其他人员。 它们也会进行一些简单的测试,如用手触摸母虎的肚子,以检查是否存在明显的异常。 然而,随着时间的推移,母虎的肚子变得越来越大,但是始终没有任何迹象表明它即将生产。 饲养员们开始变得更加焦虑和担忧,它们担心母虎的怀孕可能出现了问题。 它们决定采取一些措施,如增加母虎的饮食和运动量,以帮助它准备好迎接小虎的到来。 在饲养员之间的讨论中,一些人建议对母虎采取一些措施,例如进行手术或采取其他医疗手段,以确保它的健康和安全。 但是另一些饲养员则认为,这样的做法可能会对母虎造成不必要的伤害。 应该先请来兽医进行检查。 在一次紧急讨论后,饲养员们决定请来一位兽医来对母虎进行检查。 当兽医到达动物园时,饲养员们带它来到了母虎的栖息地,母虎依旧在悠闲地躺着,似乎没有察觉到外界的变化。 兽医先对母虎的身体进行了全面检查,他听取了饲养员们对母虎的情况描述。 兽医仔细地观察了母虎的身体,检查了母虎的肚子,然后用手指轻轻地摸了摸母虎。 感受了一下胎儿的情况,他观察了一段时间后,露出了担忧的神情,饲养员们看在眼里,心里更加焦虑。 情况并不太乐观,兽医沉吟着说道,从我检查的情况来看,母虎并没有怀孕,而是出现了一种疾病,导致了肚子的胀大。 饲养员们听到这个消息后,脸色都变得凝重起来,他们知道这意味着母虎的病情比他们最初想象的还要严重。 兽医也看出了他们的担忧,他立刻安慰他们说,虽然母虎的情况确实不太妙,但是只要采取正确的治疗措施,他就有很大的希望恢复健康。 于是,兽医开始了详细的诊断和治疗计划,他首先给母虎进行了全面的身体检查,确定了他患有一种称为腹腔肌液的疾病,这是一种导致腹部水肿和胀大的疾病。 然后,兽医立即开始对母虎进行治疗。 幸运的是,兽医及时地给予了正确的治疗,母虎接受了一系列的治疗措施,以帮助他恢复健康。 首先,兽医为母虎进行了全面的身体检查,以确定他的病情和病因。 接下来,兽医给母虎开了一些药物,包括利尿剂和抗生素,以帮助他缓解肚子的症痛,并控制他的发热症状。 为了确保母虎的营养和水分摄入,饲养员开始给母虎提供高营养的食物和足够的水,以帮助他保持体力。 他们还给母虎提供了更多的休息时间,以便他能够更好地恢复。 饲养员们每天都会定期检查母虎的身体状况,他们发现母虎的病情已经得到了有效的控制。 为了帮助母虎更好的康复,饲养员们对他进行了一些特别的护理,他们尽可能地让他保持安静,减少他的运动量。 在接下来的几天里,母虎开始展现出积极的反应,他的精神状态开始恢复,食欲也开始逐渐增加。 饲养员们密切关注母虎的身体状况,并持续给他提供关怀和支持。 随着治疗的进行,母虎的身体逐渐恢复了健康,饲养员们开始逐渐加大母虎的食量,以帮助他增加体重。 随着时间的推移,母虎的体重开始逐渐增加,他的身体也变得更加结实,肌肉线条更加明显。 同时,母虎的毛发也开始变得更加光亮,柔顺而有光泽。 饲养员们定期为母虎进行身体检查和护理,确保他的身体状况,确保他的身体状况一直保持在最佳状态。 随着时间的推移,母虎的身体状况继续稳步恢复。 饲养员们非常高兴地看到,母虎已经完全康复,并开始逐渐减少对他的特别护理。 他们让母虎重新融入到动物园的生活中,让他能够与其他动物一起生活,玩耍和享受阳光。 母虎逐渐适应了康复后的生活,与其他动物之间也建立了良好的关系。 他经常和其他老虎一起游泳、奔跑和玩耍,享受着属于自己的快乐时光。 而饲养员们也非常高兴地看到母虎能够过上健康快乐的生活。 几个月后,母虎已经完全康复了,他开始重新恢复他的活力和精力,并且开始重新展示他的独特魅力。 在这段时间里,母虎成为了动物园的明星之一,吸引了很多游客前来观看。 他的美丽和健康的身体成为了动物园的一道靓丽风景线。 饲养员们也感到了一份由衷的欣慰和喜悦,他们感到自己的付出没有白费。 也感到母虎的健康状况是他们最大的回报。 他们也感到作为动物园饲养员的责任就是确保动物的健康和安全,他们将永远为此而努力。 优优独播剧场——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